嗨 大家好 我是翁翁 然後我們是彩虹平權大平台 大家有聽過彩虹平權大平台嗎? 好 非常好 感謝 就是我們是2016年的時候成立的 我們前身教婚姻平權大平台 然後我們主要是在做同志相關權益的推動這樣子 然後大家知道就是同婚通過之後 其實還有非常多的事情 很多同志相關的權益其實需要我們再繼續關注 那其實大平台在推動同婚之後發現呢 就是從政治這個方向去切入改變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有更多人投入政治 從政治的程度去關心跟 在乎就是性別跟同志議題這樣子 所以針對大選這個議題呢 就是我們做一個網頁叫Pride Watch 大家有聽過嗎? 好 有好 沒有話沒關係 沒有話當你今天賺到 就是如果呢 大家可以直接打Pride Watch 就是大家左上角這個字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搜尋到這個網頁 那這個是我們2020年的時候 把它改版的比較完整的一個頁面 然後大家這邊可以搜尋就是 2022年就是去年的時候我們地方選舉 其實你可以搜尋到你的選區裡面有哪些是上網註冊 就是性別友善的議員這樣子 或者是在地的立委啊民意代表之類的 那我們其實有兩個管道 一個是如果你是候選人的話 你就可以上去填政策相關的 性別友善政策的問卷 然後註冊成友善候選人 那如果你是選民的話 你就可以在上面登記成你是友善的 就是關心這些議題的選民 那候選人也可以在這邊知道說 其實他的選區有多少關心這些議題的人 所以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填到註冊的就有245位 然後最後的全台友善議員的當選人其實是87位 所以其實是越來越高的 然後在這次中我們也有發現 連選連任的也有高達80% 好 所以我們希望湊過呢就是提高這個參 除了友善的人更關心政治 我們甚至鼓勵就是同志參與政治 然後讓這個政治的環境可以更多元這樣子 好 所以2024年就是大家應該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就是到底不管是總統大選 或是立委選舉你到底要選誰呢 所以我們今天需要我們 我們希望可以在今年底的時候做改版 然後我們需要這些人 就是如果你是關鍵字搜尋達人 你可以幫我們整理今天就是現在 已經有公佈要參選立委的候選人有誰 然後協助我們可以後台給資料 然後跟因為我們在就是 如果你是針對這個候選人 你想要分享他其實有友善或不友善的發言的話 需要一個網頁的來源 可是我們又要避免假消息的來源 所以如果你有知道有相關的網頁的話 也可以提供給我們 然後跟這個Priwatch的使用回饋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他在這關火水關在哪裡嗎 告訴大家說同志是有票的 除此之外支持同志的異性戀者也是有票的 當然政府知道這件事情是已經很有趣的是 因為我們要保存在這間 然後我們要負責任 我們要負責任